又一战场战况激烈 这个战场在哪里 美国有出了什么招 又是怎么被中国绊了一脚的 美国霸权衰落这点大家都知道 美国当然不甘心 所以在全球是开辟了一个个战场 想要浑水摸鱼乱中取利 这些战场有的是真刀真枪的冲突 比如俄乌、巴义 有的是不见血的冲突 比如贸易摩擦、科技封锁等 迄今为止 这些战场都还没有分出胜负 而又一个战场 战况逐渐开始激烈起来了 这个战场在哪里 美国有出了什么招 还有中国有做了些什么 不卖关子 战场在月球 相信大家都听过 如今的地球被人类是挖掘了几千年 石油、矿产等资源已经非常紧张了 所以各国都想尽办法 要在还没开采的地方分一杯羹 比如南极、北极 去年底媒体就报道过 美国要地图开疆 把北极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大概两个加州那么大 划给美国自己所有 而除了南北极之外 美国还把主意打到了月球上 月球还没有国家开发过 资源非常丰富 比如月球土壤里含有20%的硅量 可以用来制造太阳能电池 还有据保守估计 月球上有100万吨海铲 用来发电的话 可以让地球用1万年 当然月球资源这么丰富 各国肯定都想那分一杯羹 而美国作为二战后世界规则的制定者 一直以来都将定规矩的权力 看作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维护霸权的基础 谁要是想越过美国私自定规矩 马上就会遭到美国毫不留情的打击 这些年打压遏着中国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月球资源的开发上 美国当然也想率先制定规则 提前抢占优势 早在2020年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 美国就公布了阿尔特尼斯协议 主要有十个大方向 其中一个就是提取和利用资源 协议还提出要在月球基地附近建立安全区 也就是说划分月球殖民地夺取采矿权 说白了 这就是在给探索月球定标准 美国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在美国制定的框架下 进行登月计划谈判 而截至去年底已经有33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协定 这个月月初 白宫又命令美国 恒天局给月球制定统一的时间标准 侯仪问 美国这是在进一步抢拨国际太空标准的制定权 但问题是 美国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成功重返月球 在这种情况下给月球定标准显得也太可笑了一些 而且美国还被中国绊了一脚 就在21号 中科院发布了世界首套高精度月球地质突击 突击当中对月球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年代划分 哪块地方是怎么构造的 全都清清楚楚 在我看来 这就相当于一份争夺月球矿产的说明书 而且目前用的月球地质图还是美国阿波拉基法时期绘制的 比例大概只有一笔五百万 但这套新突击比例却达到了一笔二百五十万 精度提升了一倍 可以预见用于月球研究资源勘察等必然会无往不利 正所谓资源争夺 起芯片 月球矿物引美缠 图谋定轨战先机 怎卖中华半马前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添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